70岁之前,你一定要拥有的12次旅行,去过才不枉此生。 一、一生要去一次苏豪,感受梦想中的江南水乡,人间天堂。 二、要去一次张家界,看什么是中国的最美的,奇风三千,秀水八百。 三、要去一次川西,去看看世界上最美的雪山。 四、要去一次甘蓝,感受酒色是外桃源的魅力。 五、要去一次海南,感受一下细软沙滩,抒发夜风海韵,浪漫天涯的情怀。 六、要去一次重庆,领略年轻人最爱的打卡城市。 七、要去一次长白山,看湛蓝天空映照下的天池。 八、要去一次滇西,感受下人生共聚的世外桃源。 九、要去一次杨硕,体会梦幻的梨江山水意境。 十、一定要去一次物园,看看中国最美山水化乡村的模样。 十一、要去一次哈尔滨,感受这里童话般的冰雪与激情。 十二、要去一次呼伦贝尔,感受大草原的自由辽阔,关注我,带你看更多祖国大好河山。 、对 будет ass一切儿。 我和你看到这个县来时人的魅力了。 啊 三、非闻想要去一次机会。 不加东西要更多祖国大好河山。 十二、要去一次还成功 Maja仲美承。